我们搞经济铁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看你这楼房虽然是咱们盖的多棒 是啊 邝哥 这回你的钱攒足了吧 是 没问题 怎么样 情况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再重复一遍 这是北欧挪威电话厂和我们做的第一笔生意 为了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 我请大家放一放手 好 就算是支持和同情我这个市委书记了 怎么样 没有人不支持你 也没有人不支持改革开放 只是林丁阳的连检报告报的太晚了 我们三个月前就报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屁晚了 我们有我们的系统 你的报告递到省里和北京要几个月 你知道吗 照你这么说 我们得等到猴年满月才行 不要急 急有什么用 不急 你们知道不知道 如果船进不了港 我们得付多少支机费 每天五万美金 可是这 还有 那些接化肥的船我们也得付费 你们损失五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制度要不是我们定的 你什么意思 好了 少说两句 诸位说的都有道理 但从我们特区的对外形象出发 我希望大家放一放手 不符合手续的 我们以后补 这次没办好的 我们下次引为教训 看看哪些部门能够先放心 好书记 看来今天来的同志按系统讲都是归省里管的 我们是归北京海关总署管 不过只要省里有句话 我们还是可以的 好书记 是不是和省里打个招呼 好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再见 成了 终于给开绿灯了 真是太好了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谢谢你 休息两天再走吧 不了 总统号已经等了两天了 明天一早我们就赶回去 老将还在家着急呢 好 回去告诉江汉要总结经验 坚定信息 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一次的